高雄狮王争霸大赛昨天登场 来自全球六个国家 一共有12支队伍 来要来角逐狮王宝座 还有30万元的奖金 一只只超可爱的狮王 就在梅花庄上来回的跳跃 惊险的动作 让观众看得是胆战心机 不过这一幕啊 真的看了让人心脏都快跳得出来 因为地主队高雄的狮王 一个翻身一步小薰 居然跌了下来 随着节奏裸骨喧天 让观众心里也根源品张起来 一只又一只可爱的狮王 在舞狮雷台上飞高庄 绝胜负 一下往前 一下往后 在高高的庄柱上 快速来回移动 这功夫可不是盖的 我狮王有时候也会停下脚步 对你好妹眼 但比赛一紧张 难以避免的出现失误 来自高层的地主队 五到一半 哎呀 居然摔了下来 来自马来西亚 印尼 香港 新加坡 泰国和台湾 共12个团队 来角逐狮王宝座 看35万元奖金 最后是落在谁的口袋